海外艦僧 昨天自備施打1735劑 工費有783劑 回補19劑 所以目前市場總共施打的季數是36731劑 另外,昨天有關不良事件的部分 所以有增加8件的疫苗經濟後不良事件 只有7件是非嚴重不良事件 另外1件是屬於其他一次嚴重的不良事件 那這位是三五幾歲的男性 是接種疫苗後隔日出現右側臉部麻痺而治疾等症 那目前兩者的症狀中調 那有關像眼鏈神經麻痺的部分 根據過去的症狀資料 我們的背景值 因為這位是三十幾歲 我們最近剛才做了一個稍微去做一個分析 背景值在18歲到49歲 每10萬元年是55.31人次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其實沒有接種疫苗是有可能發生 那可能因為病毒感染或是其他的裡面造型 那我們有查過英國他們也針對接種疫苗後 或者對於人類成績麻痺來做分析 他們發現說不管是AD疫苗或是DNT 他們的八神數跟浴池數都差不多 所以等於是說目前還沒有看到說是因為打接種COVID-19的疫苗 造成這個臉病成績的麻痺 這個自然有增加的一個現象 所以先讓這位先瞭解 好 那大家還沒看過 就是他檢測 那他有五位在前面當中 那另外他有三位是因為 他是稍微在23號才會從境外進來 所以這個等他讓明天入境之後 明天入境之後我們再來採檢 那另外案1079的POOP 接入者139位 那陰才136位 那也才136位 那目前陰性134位 今天希望沒有人感到沒有 所以目前的 就是說我們驗人都 國內的部分也都是陰性 到昨天接種了1700多 那我們今天就是 昨天還有在調查 就是從今天開始到下雨蓋 下禮拜一 那總共也是還有5483位的預約 那所以像第一天 預約了1917人 然後最後打了1732 所以他預約跟最後接種可能會有一些落差 那有關這個 就是在這種演唱會 或是人潮聚集的地方 那應該說民眾可能 針對這個部分 建議還是要戴口罩 那這個部分 主要是因為 雖然國內有目前還算安全 但是 就是 如果有更何的這個 大概先前 大概台灣 我們台灣自己也有做一筆研究 就是說 呃 台灣為什麼可以維持這個 社區沒有傳播 那主要的一個 就是我們有了一個 疫調追蹤的這個部分 就是個案 每個個案都可以 都可以這個做追蹤 然後把這個 所有的 可能的接觸者 都把他做追蹤的地方 所以第一名 他在 呃 有傳染衣服前 穿一個別的 那另外一個很有用的 力氣就是 就是我們 我們有一個 社區上 呃 民眾願意遵守 這個戴口罩 還有這個社區 最高距離的這些 多維生的措施 那就是因為 有這兩項的措施 所以它可以 維持台灣的一個 社區沒有流行的 一個部分 那這邊還是希望 這個民眾是 務必在我們 呃 整個疫苗的接種 接種 數還沒有到達 這個規模之前 所以希望 這個人相信 謝謝 謝謝